屏住关怀乡土,新小麦圆香的辛勤与植柱行动,一群麦聊青年农民大。 板长市,经营友善农场,种食小麦圆香历史,整装在线麦载聊光彩。 月光下友善农场提供,中央社记者叶子刚传真107年4月22日小麦圆香, 二,中央社记者叶子刚云林县22日电,种食小麦圆香历。 是,整装在线麦载聊光彩,在使命感的驱动下,一群青年农民大胆长市, 经营友善农场,夕阳黄昏衬托的麦屏风,成为现在麦聊的新亮点。 说是大胆长市,一点也不为过,在,风头水尾,的偏壤之地, 冬季海风强劲的天候环境下,石化工业进驻麦聊,改变了当地居民原本。 从事农渔业的生活形态,却有一群现代青年, 凭住关怀乡土,新小麦圆香的心情与植住行动, 开发出麦聊友善农产的新明星。 嫁为麦聊媳妇的郭慧禅原本在医院工作, 受到丈夫对故乡土地深情的影响,辞职回到麦聊, 结合丈夫打篮球好友许硕,燕,吴子伟及陈宏伟, 这群平均年龄不到40岁的青年成立, 月光下友善农场,投入种植已被人们淡忘的小麦。 民国105年10月故事开始上演, 担任农场负责人的郭慧禅说,抱住尝试的心情, 用自然农法种下首批小麦。 麦子成熟了,却被麻雀吃掉一大半, 但是这第一批的收成,却让大伙们相当振奋, 成功去遇故乡的麦子。 他说,回想种植过程, 怀住忐忑的心呵护麦子, 看住从土地冒出的麦感, 一天天长大的麦穗,心情很 砸,点滴滋味在心头, 当听到村里老姨被用感动的口吻, 和看到麦子的那一刻,总算是比较踏实。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 郭慧禅和伙伴们在第二年卖象弃作, 今年面积加大到五公顷, 接下来朝向拓展二十至三十宫。 新的目标,他说,麦寮冬季有强劲东北季风, 又加带风沙,并虫害反而减少, 天后环境催出小麦的成长。 一群麦寮青年农民经营友善农场, 投入自然农法的友善耕作, 重视小麦原香历史,收。 成的小麦手工,成、调, 口感香Q感受得到麦仔原味的跃动, 更有土地的亲切情怀。 中央社记者叶子刚社107年4月22日, 麦封村长吴子伟说, 友善农场的团队伙伴们, 原本对农耕一窍不通。 靠住坚持恢复在地光彩的想法与行动, 由阿里、郭慧禅夫妻负责耕作及管理, 互相协助,一步一脚印前进。 当初尝试特新故乡特产小麦, 吴子伟道出考量理由说, 先人会种植小麦一定有当地天后环境的特殊性, 而走向自然。 农法的友善耕作, 是看上麦寮种植的美生菜能销往品管要求严格的日本, 代表当地也可以友善耕作其他作物。 其实刚开始并非种植小麦, 而是先从水稻开始, 然后又生太阳植白虾, 也是回乡青年的吴子伟说, 大伙们发现麦寮的冬季不适合水稻, 考量天后环境的特殊性, 于是决定增加小麦, 并加入文创开发, 吸引当地小农加入行列。 一群青年农民投入友善耕作的精神与成果, 让当地人看到了, 麦寮香公所及拱范公等订购友善农产, 换手里,知名度慢慢打开。 麦封村活动中心预定地是一块尚未开发土地, 用人工播种小麦, 等收成后在种植波斯局之类的观赏作物, 也可当虑。 肥,促进经济效益, 并达到环境率美化。 另外,麦田对面的陶艺教室及二手书店也已完工, 营造麦寮新气息。 郭慧禅说出大火门的新计划, 希望号召更多小农加入友善耕作, 然后成立。 友善市集, 让市集成为麦寮安全农产的销售平台, 展现麦寮的新风貌。 编辑, 编辑,唐生阳,张芷轩, 第1070422延伸阅读, 小麦, 新运动询, 跟找回麦仔聊光彩延伸阅读, 文创开发友善农产麦聊原味飘香。